互联的广大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小甲鱼 欢迎大家好 具体系零基础 助我们学习Python 今天我们来讲讲 ent 组件 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输入框 输入框是跟程序打交道的一个途径 比如说程序要求你输入账号和密码 那么他就需要提供两个输入框给你 对不对 还有用于接收密码的输入框 他还会帮你怎么样 用信号将实际的内容给隐藏起来 用信号代替显示出来 OK 那么我们学了好几个TK英特的组件之后 你自然就会发现 其实很多方法和选项 它们之间都是通用的 就是说他们的名字一样 内容也一样 对不对 比如说在输入框中用代码增加和删除内容 也就是使用什么方法 使用insert和delete方法 我们来尝试一下 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下输入框TK 1.py 我们把它移动到左上角 然后把它打开 from tk inter import everything 信号表示everything root tk 这些都是不变的 main loop 结束 好 中间写东西 我们ent组件 把它放到1变量里面 或者ent也可以 entry entry 来自于root 好 然后1.pack把它放出来 我不想把它跟边框连在一起 所以用pad x和pad y加上禁句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就有了一个输入框 对不对 你可以在这里面输入中文 英文字母 数字 特殊符号 都可以 如果说输入框的容量不足以容纳的 容纳这些文字的话 那么它会自动滚动 是不是你可以这样 ok 那我们这里试一下1点delete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很明显就是把输入框里面的内容 先给清空 对不对 然后这1点insert 插入 序号为0 插入一段一个字符创 例如说我插入一个字符创叫做 墨证文本点点点 好 手起 大家看到了 这里就有 墨证文本 点点点 非常简单 但是你千万不要把这个视频给关了 因为我们今天会讲一些比较重点和困难的内容 如果你有听的话 你客户将会节省很多探索的时间 好吧 先卖个光纸 那么获取输入框里面的内容 我们可以使用entry组件的get方法 也是一样的 当然你也可以将一个tkinter的变量 通常是这个字符创的变量 挂钩到text variable这个选项是不是 然后通过变量的get方法来获取也是可以的 好 那我们下边这个例子就要添加一个按钮像这样子 添加两个label 看到出来吧 两个entry 两个button 然后当按住 按按住这个获取信息的按钮的时候 ok 他会清空输入框 然后把信息给打印出来 好 我们立马来进行 今天我们的内容比较多 所以我讲课可能会比较快一点 tk2 大家不妨可以先把视频给暂停一下 然后自己先来动手 然后再看一下我怎么写 然后看一下你的比较好 还是我的比较好 对不对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目标样式是长这样的 所以呢 有两个label 对不对 那我们首先呢 要生成两个label label label了 来自于loot 第一个的内容呢 是作品 是吧 再加一个 好 然后呢 还有一个label 第二个显示的是作者 好 好 那大家看到了 这里的话呢 如果通常的作法 我们已经学过的 会用两个frame 把它包含起来 对不对 但是呢 现在教你一个新的方法 这个tkinter呢 总共提供了三种布局组件的方式 第一种呢 就是我们熟悉的pack 然后呢 还有一种呢 叫做grid 网格啊 grid 就是 用表格的形式来管理你的组件 还有一种呢 就是place 那这个我们之后会谈 那我们这一次就用grid来使用 grid的话呢 它是允许你用表格的形式来管理组件的位置 然后它有 我们先写一下点grid 它有选项一个叫做row 代表的是行 比如说row 0 然后呢 column C-O-L-U-M-N 代表的是列 row 0 column等于1 那么它表示的意思呢 就是第0行 第1列 好 那么看回我们的要求的这个图示 那么它这里是在第0行 第0列 对不对 这里是在第1行 第0列 那么这里的话呢 它默认都是0的 那我只有这个是等于0 好 那这个是第1行对不对 坐纸在下边 那就是第1行 好 那我们接着写代码 那就有两个输入框 那也就是E1 等于Entry Load 嗯 然后呢 先这样 我们待会再深度的来介绍一下 然后呢 再来一个E2 好 然后E1 给它放置一下 Grid 它就在这里是哪里 第0行 第1列的位置 以及第1行 第1列的位置 对不对 好 那这里就是第0行 row等于0 column 等于1 然后呢 我不想挨这边 所以我给它一个PATX和PATY 也是都有PATX和PATY选项的 好 那我把它Copy一下 D2 Rode1 column 等于1 然后呢 这里是一样的 好 那我们还会添加两个按钮 对吧 那两个按钮的话呢 这里就两个button 好 button Lode Tex呢 第一个button的内容呢 是 获取信息 啊 获取信息 获取信息 然后呢 给它设置一下 框度 等于10 等于show 那我这里就再来写一个show 的函数 好的 我一点击它 那么它首先是清空这两个 啊 首先是打印哈 打印内容 比如说打印作品 冒号 加上一个书名号 然后是作品名 对不对 然后打印作者 然后呢 就清空这两个 entroid 好 那我们首先是打印 打印就是print嘛 print 作品 冒号 书名号 然后 加上一个字符串 哎 字符串 1 点什么 要获取它的内容用什么 用get 对吧 好 那把它copy一下 再打印 作者 ok 那接着还有一个button 就是要关闭程序 退出 退出怎么做呢 退出事实上很简单 退出的话 你直接调用 root的quit 就可以了 啊 调用跟窗头的这个quick方法 好 这个写退出 ok 那接着就是把它们摆放好 怎么摆呢 它放在第二行了 哎 第第三行了 012 第二行 第二行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我这个偏左边 这个靠右边 那这个怎么用呢 ok 你这里的话呢 就需要设置一个叫做sticky的一个属性 来我们看一下 我用反鞋杠啊 因为我不想把把把代码连到那边去 grid 首先呢 要设置它第几行 roll 等于 3 column 等于0 接着的话呢 stic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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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等于 它的值呢 跟我们之前的这个Anker是很相似的 你同样使用这个NESW 就是东西南北 以及它们的组合NESESW NW 来表示方位 啊 那我们第一个是放在左边 那就是W 啊 左C 右东嘛 West 好 然后呢 再加上一个padX等于10 padY等于5 那它就不会挨植这个墙角了啊 这个呢 把它放在右边 东边啊 把它East 那column呢 是设置为1 好 应该没问题了 那我们来尝试一下 走起来 好 作品 零基础 入门学习 python 然后按一下tap键 把焦点切到这个位置 作者是什么呢 哎 小甲鱼同志 好 获取信息 啊 成功了 那你会发现 在这里点击退出的时候 它没反应啊 这个退不出来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呢 我们这个IDL1 也是用tkinter写出来的 啊 他们这里会发生冲突 你如果说在这里是双吉他打开的话 双吉他打开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正常退出了 这点需要知道哈 OK 那有些余游可能会说 老师老师 我想设计一个密码输入框 你刚才也说了 密码输入框 可以用信号代替你输入的实际内容 这样子呢 隔壁的老王就看不到我的密码了 那你可以教我们怎么实现吗 哎 当然没有问题 要实现这个呢 非常简单 我们只需要设置一个受选项就可以了 我们拿刚才的代码来修改一下啊 我这些代码给大家保存着 然后放在这个 课件和原代码下载区 大家可以下载来参考 那我们这里就改为叫做账号 这个呢 就叫做密码 嗯哼 然后我们这里需要两个变量来存放账号和密码 对不对 V1 等于 它是一个制服创的嘛 输入框里面是制服创的类型 那就是用tkinter的streamvar 来存放 V2呢 也是等于streamvar ok 然后这里你要设置它的textvariable txt varia boe variable等于v1 Ctrl C 拷贝过来 Ctrl V 这个等于v2 好 我们刚才说了 我们这个v2 也就是这个ensh 第二个按钮 第二个这个输入框 需要用信号来显示 那我这里事实上呢 你直接用show 等于 你想显示什么 你就输入什么 比如说这里输入一个信号 ok 然后这里的话呢 获取信息 我们就改一下 芝麻开门吧 好 这里呢 改一下 ok run 账号 小甲鱼 密码 密码 fish c.com 好 芝麻开门 哎 大家看到了 账号出来了 密码出来了 这里的密码 看 都是信号 对不对 当你如果说这里 你把它变成了一个美元 Dollar的符号 这变成人民币的符号 也可以 中文输入法 就变成人民币的符号 那你这一看 把它都变成人民币的符号了 看着都舒服 对不对 好了 基本的问题呢 我们都解决了 解决了这个密码输入框的问题 那这位游人又有新问题了 老师老师 我想设计一个计算器 但是老师你也知道 计算器的话呢 是不允许输入数字以外的任何字母的 任何字符的 对不对 那你能告诉我们怎么办吗 哎 当然也是没问题的 NG组件呢 它本身就自带了这个验证功能 这个验证功能呢 就是验证你这个输入框里面内容的合法性 我在这里呢 给大家准备了一篇详细的文字教程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一般我讲的这些都会把它更新出来 最详细的了 比如说它所有需要什么选项 这里边都有 选项应该怎么设置 注意哪些地方都给大家写好了 那在它这里最下边的话呢 有关于验证讲解 好那你看 NG组件呢 它是支持验证这个输入内容的合法性的 比如说你要求输入数字 像刚才我们的计算器 你就只能输入数字 对不对 那你输入字母或者说是中文 那就是非法的 实现该功能就要通过设置 Validate Validate Command 还有Valid Invalid Command的选项 来实现 OK 首先启用这个验证开关 是这个Validate选项 它可以设置的值呢 有这几个 表示在什么情况下 去验证 去调用这个验证函数 而验证函数呢 是在这个Validate Command里面指定的 OK 跟我们这个Button的Command选项是一样的道理 好 那这个Focus呢 就相当于这个FocusIn和FocusOut的一个集合 就是当这个焦点失去或者获得的时候 它都会去调用这个Validate Command指定的一个验证函数 那Key的话呢 是当你的输入框有任何变动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去调用 而NUN的话呢 是默认的 就是关闭验证功能 那默认是关闭的 其次呢 是为这个Validate Command 你上面指定之后 指定它触发的一个元素之后 那么你就要设置一个验证函数 这个函数呢 你只能返回TWO或者FORCE 表证验证的结果 如果验证成功 那返回TWO 验证为不成功 那么返回FORCE 那么验证的内容 这个函数就由你自己来定义 你想怎么验证就是怎么验证 对不对 一般情况下呢 验证的函数呢 只需要知道输入框的内容就可以了 所以可以通过这个NG组件的GET方法 来获得这个输入框 当时输入的制服创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例子 在这个例子里面呢 在第一个输入框输入小甲鱼 并通过TAP键 将这个焦点转移到第二个输入框的时候 验证功能就被触发了 我们把大马copy过来试一下 这里新建一个TK4 好 我们来分析一下 我们这里设置了我们的validate 是什么 focus out focus out就是当焦点移出的时候 你本来有焦点 然后这个焦点移到别的地方去了 哎 移情别链了 那么他就会去调用这个validate command这个指定的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要么返回true 要么返回false 好 那如果说我在这里执行它 然后获得这个内容输入的内容是小甲鱼的话 那返回正确 打印正确 返回true 如果不是的话呢 打印错误 然后清空这个输入框 好 我们来试一下 比如说小鱿鱼 哎 我用TAP键把这个焦点移到这里来了 错误 然后清空了 是不是 那我如果输入小甲鱼 哎 它就正确了 并且把它保留着 好 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再来接着讲 然后呢 这个invalid command的选项 指定的函数呢 只有在valid command返回 只为false的时候才会被调用 半路杀出个陈咬金 来多一个invalid command 它们长得挺一样的 但事实上不一样 invalid command在不同的选项 这个呢 是非法的输入的一个 当非法输入出现的时候 也就是这个valid command 验证之后得到false 就是说明这个输入非法嘛 那么你再调用这一个 它就会调用这一个选项 它指定的 另外一个函数了 OK 那我们把代码拷贝过来 我们也在轻身体验一下 tk5.py 我们来试一下 要看啊 这里我再设置了一个 这个太长了 这个太长了 放鞋 加个仿鞋杆 然后把它切成两边 好 设置了一个invalid command 等于test2 然后呢 valid command 设置为test1 test1 这跟刚才一样 好 加了一个test2 OK 这里打印句 我被调用了 刷存在感 说明我被调用了 好 类走起 那如果呢 我输入 小甲鱼 那它是不会调用它的 是不是 当我输入小鱿鱼的时候 他们就输入错误 错误返回force 然后呢 再调用这个test2 我被调用了 OK 我们再来放一个大招 其实呢 这个tkinter还有隐藏技能 不过需要冷却才能触发 所以呢 这里要听小甲11到来了 tkinter呢 为了验证函数 提供了一些额外的选项 比如什么 比如说像这个d 就是操作代码 当 它这个d是0的话 d我们都知道 它是一个整形嘛 当它接收到这个0的话呢 表示删除操作 一表示插入操作 二呢 表示获得失去焦点 或者test variable 变量的植被修改 OK 你现在听的肯定是云里物里 我给大家实践一下 你就知道了 为了使用这些选项 你可以使用这样的方式 就是在validate command这里 用一个括号 变成一个原主 对不对 f f 顾名思义呢 就是你这个验证函数 验证函数 但是呢 是冷却后的验证函数 我待会再跟大家说 说技能怎么冷却 啊 s1 s2 s3呢 就是上面的这一些额外选项 你直接套住就可以了 我们刚才说这个f呢 不能直接将我们刚才 例如说那个test 那个test方法直接套进去不行 因为这样子 你这个tk inter的不认 他认不了你 所以呢 我们需要 调用regist的方法 将验证函数先给包装起来 包装成tk inter 能够认出来的东西 他一看哦 是你这小子啊 然后他就会调用你了 ok 大家看一下这个代码 然后我在边解释 来一个tk 16 p y 好这里大家注意一下了 我们这里你看到了这个text呢 不再是一个没有参数的方法了 他再也不寂寞了 他有三个参数 这三个参数哪来的呢 哎 我在这里 放学杠啊 把它放过来 就是在这里出现的 对不对 百分之后p 你在这里找一下 你就知道它什么意思了 百分之后p表示什么 表示说 你的该 该输入框最新的文本内容 就是当你这个输入框的值 发生改变的时候 有发生改变 那么他这里就有内容 然后这个内容呢 就传给这个content 这三个是额外选项 作为他的参数给他 然后百分号v呢 就表示什么呢 表示该组件当前validate选项的值 validate选项 那现在validate选项是什么值 就是这个focus out 对不对 那待会我们看一下 验证一下 然后百分号w 大写的w表示呢 该组件的名字 那我们这个组件叫什么 叫e1 他也可以把它调查好户口 然后把它传给他 然后你这里把它给 对不对 答应出来 OK 那么执行一下 我输入小甲鱼 切换一下 他看到了小甲鱼 对不对 第一个呢是content 也就是我们这个 输入框的内容 第二个呢是reason 啊 focus out 因为呢我们刚才focus out了 所以呢 他会有一个判断啊 正确 再来一次 对不对 focus out 然后呢 这是他的名字 也就是这个是在tk inter 内部变量注册的一个名字 在我们这里呢 他叫做e1 叫做e1 11 那么在tk inter 内部呢 他就叫做 点5438336 ok 这跟我们学过Windows程序设计的朋友 知道这个巨饼 差不多类似的东西 就是用一串数字来表示一个变量名 ok 那好 那说了这么多 我们可以来实现这个计算器了 然后我们来写一个简单的计算器 不耽误大家时间 我们拿这个来修改 叫做tk7 那我们记得还刚才还记得刚才的要求是这个输入框它不能存在数字以外的东西对不对 那有些朋友一来这里要获得内容 他可能会用这个e1.get来获取输入框的内容 然后呢这里你设置为key 当有输入框发生任何改变的时候 他来调用这个验证你输入的内容正不正确 对不对 那你调用key的话呢 你这里就不能用e1.get或者说是一个testvariable.get来获取输入的内容 为什么呢 因为呢varied date选项被指定为key的时候 被指定为key的时候 有任何输入操作都会立刻被拦截 然后来调用这个验证行数 然后验证完之后 只有这个行数返回true 然后他才会将这个内容放到变量里边 放到那个testvariable光联的变量里边 大家明白吧 所以呢我们这里要用 这个加强榜的技能 冷却后的技能 百分之后p来实现 百分之后p就是得到这个输入框 若输入框发生任何改变得到它里边改变的内容 百分之后p然后我们用content接收 对不对 好那我们这里先来做一下布局 那我们这个计算器呢 它很简单 这里我们画一下吧 这里运行好像运行不了 好计算器很简单 然后我们首先呢需要一个输入框 两个输入框 三个输入框 还有一个是按钮对不对 这里是一个按钮 按钮就是开始计算 然后你看还有两个label对不对 这里一个label表示加号 这里表示等于号 那我们就算一个弄一个加法计算器 最简单的 ok那大家回去举一访三 那么首先需要三个输入框 那么这里是一个 那接着还有第二个 对不对 那把它拷贝过来 前两个呢 我们需要验证它的输入的合法性 这两个它都不能为字母 只能是数字 只能是数字 然后这个呢是放结果的 好那么先来改一下代码 这个是e2 然后还要加多一个 是e3 那这个不需要验证 这个不需要验证 但是呢这个你需要设置 它怎么样 它不能写入 你不能说我计算后的结果 然后我偷偷把它改成错误的 然后说我这个计算器不好 这不行 你设置它为止读 那怎么办 ok你可以设置它的state属性 state的选项 设置为lit only 其实在这里也有写 也有著名的 看一下 再来查一下这个state state 你可以设置为noble 就是我们普通的 就默认的 disable和lit only lit only注意这里是一个字符创 它跟disable相似 但是呢它只知 它还支持这个选中和拷贝 而这个disable呢是完全禁止的 不能拷贝不能选中 所以我们用lit only 因为有些同学的可能说计算完之后 它要把答案拷贝过去 给别人拿来用 所以我们是read only 那这里有两个变量 一个是V1 一个是V2 所以呢这里需要一个V1 还需要一个V2 事实上呢 我们还需要一个V3 V3就是第三个 用来存放计算好的值 变量啊 然后呢 我们把它分开一点 这样改起来 比较好 然后你要加一个label吧 嗯 text等于加号 然后再加一个label 然后再加一个label text等于等于号 这是第一行里边的内容啊 那我们应该把它用怎么样 用grid 把它放好 这个呢肯定是roll等于0 clone等于0 ok我又把它copy一下 这个的话呢roll等于0 第一0行第一列 接着的话呢 第0行第二列 接着的话呢 第0行第三列 然后这个是最后一列 第四列 好没问题啊 接着呢我们需要修改这个验证行数啊 它为数字的时候大家知道了 这个contain的我们得到的是一个什么呀 一个支付串对吧 支付串它有一个内置方法就是 is digit 如果是数字的话它会返回处对吧 返回处的话呢 而事实上呢我们就直接这样子写就可以了 因为如果是数字它就会返回处 如果是非数字它就返回forse啊 如果是这里是key的话 还有一点要说的 这个validate如果是key的话 它这里返回处 那么你输入的内容就会在输入框里边保留 哎它很智能 如果你输入的这里是返回forse 那么它会自动帮你清除掉 我们待会可以试一下 先我们看一下有没有 一级的错误哎有 好累再来 好大家看到了 1 我输入1 111 它是可以显示的 如果打abc 或者说我用自动创 哎 它也是可以显示的 这出了什么问题呢 我们来检查一下 哦我们这里没有返回 return 我们这里直接拿到它的s digit 但是我们没有返回 对吧我们再来试一下 哎 再来试一下如果这里写 数字没问题 好写中文水电费空格 哎它不显示对吧 好英文我现在拼命敲啊敲敲 大家应该听到我这个手指零敲的声音 当时呢没有任何显示 因为我输入的是英文字母 如果敲的是数字那没问题 好 那么接着来实现计算功能 计算功能呢 就是在下面加一个button 这个太简单了 应该谁都会了 对吧 button button 这个是master master 也行 出一个名字嘛 text 等于 计算结果 然后呢 它应该有一个command 指向一个计算的一个行数 然后grid growth等于1 crime 我们放在中间 放在中间的话呢 0到4就是有5个数字 中间就是2 对吧 01 然后后面的是上次 好 然后这里的话define calculator 计算result 它得到的是支付创 所以我们要把它转化一下v点get 加上int v2点get 然后v3点set 设置为result 对吧 像这个结果 变成支付串 然后设置上去 事实上呢 你直接result 它也会自动进行转换 好 那我们来试一下 如果这里是12345 这个54321 得到的只有66666 这里我修改不了 对不对 当时呢我可以把它进行拷贝 哎 是不是很智能很方便 好 那我再修改一下边框 让它变得更好看 我加一个frame 可不可以 可以 在这里呢 我就frame 等于frame 来自于master 然后frame 然后frame.pack 我不喜欢它贴着抢走 那我frame.pack 我这里可以设置一下 pack等于pad x等于10 pad y等于10 ok 然后最后的这个button 我也希望它保持一定的距离 那我就pad y 因为我们刚才看到了这个button 跟上面的这个 就frame0和frame1 啊 第0行和第1行他们贴的太紧了 所以我希望它保持一下距离 那我就设置为5吧 那这样子应该特别好看啊 我们还可以设置一个 输入框的框度 用什么wide 等于10 10个字符的框度 所以它的单位是字符啊 它获得的是 可变字体的平均框度乘于10个字符 什么是可变字体呢 你会发现 你这个1 这个英文字母 跟这个w 这个英文字母 它的框度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这就是可变框度的字体啊 称之为可变字体 那么它的平均框度呢 乘于10 就是这个输入框的框度 好我们看一下是不是会变小了 变得更好看了 哎呀 怎么回事 啊啊 视频讲了太久 脑袋糊涂了啊 我们刚才用frame 这里应该是什么呀 来继续frame对不对 好 这里改一下就可以了 都要对应改一下啊 他们放在这个frame上面的 好了 现在应该没问题了啊 放在这个框架上面 ok大家看现在好看多了 一二三四五 三三打老虎 五四三二一 好 六六六六六六 没问题 好 那么今天我们的视频教程就讲解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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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